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lene 好久不见 今天是2020年的6月28号 去年加拿大安省第二阶段复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很多理发店啊 餐饮行业也陆陆续续的开门营业了 疫情期间宅在家这几个月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华小出身 每天除了吃啊就是睡 所有对美食的热爱都转化成了我身上的脂肪 我经常去的医美店呢 前几天也开门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约了一个减肥症 这种发明简直就是造福我们这种猪猪女孩 然后今天约的是两点钟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到了 我们现在的地址呢 我们有个发明信息宣传 记者的地址呢 我们会放在视频下吗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坏信息 我们会放搜一下 不然呢 我们就去我和我的小姐妹也经常会过来 而且她这家店在GOMAP上评分也很高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呢 跟这个小姐姐做一个consultation 这个小姐姐呢 她会问我一些关于身体状况的问题 还有一些过敏史 因为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一些病史啊 过敏史的话 可能会对这个减肥症有一定的影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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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里有助小姐姐的话 就是 这支握 실食精学升学辽成的原因 对啊 这里有助小蓋力 但是거 使并开agt苹果INGING 更多感情 尤其是 Coco 你可以竟然为什么要应该 话呢 我们接下咱们 好吗 33 00 这 combint key 等后期小姐姐过来给我打这个减肥针 打开在后面这里 写下你的全名 然后稍微读一下 在后面你的亲自 谢谢 5 minutes later feeling? no feeling? yeah no feeling but what I'm gonna do is I'm just going to '. 我现在刚刚打了这个一种减肥针 这个减肥针是以打点滴的形式打进来的 然后我整体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 刚刚扎进去的那一下其实疼的 比如说如果说不疼的话也肯定不可能 肯定是会疼的 但是呢就只有那一阵是疼 那之后完全没有任何别的感受 就可以很舒服地坐在这里 你可以玩手机啊 看看东西都可以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减肥 真的是要一大点滴的形式 会在这里等很久 所以我今天呢 给自己准备了一部剧 隐秘的角落 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已经看了 我已经看到最后一集了 我觉得这一部剧 不管是演员的演技啊 片头片尾曲啊 还有剧情 都非常精得起检验 这算是目前为止 国内最好的剧之一了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里面 最坏的人是普普 我先说一下 我不是要剧痛哦 我只是表达一下 我的个人观点 我觉得她真的是 利用她的那种 很让人怜爱之心 然后利用她这种东西 让大家去帮她 实践她自己的目标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然后我觉得朱朝阳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 内心阴暗的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缺少父母关爱吧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 也真的非常好看 希望大家有空能 多去看看这部剧 那我们今天这个减肥症呢 刚刚也打完了 这个减肥症呢 大概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 我以为会要一个小时 结果大概三十多分钟 就已经打完了 但是整个过程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的 就是除了我之前有说 打针那会儿会有一点点痛 到后来到现在 我身上也没有任何出现 任何不适啊 也没有觉得说哪里哪里 不舒服这样的感觉 但是小姐姐跟我说呢 这个不是马上就会瀝干净 一个有效果 这需要可能过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 才能慢慢的看到效果 而且这个减肥症呢 只是帮助提高新生代谢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靠这个东西来减肥 我觉得只是说 来辅助我们减肥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会在之后的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follow up 那么以上呢 就是整个减肥症过程的 全部内容啦 如果大家想更加了解减肥症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小红书 YouTube以及BGM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